你不想看 你不想看 等一下我们玩个新鲜点的吧 我们假装没看见 假装没看见 好好 好好 就这么定 有妖气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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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吗 没有啊 找到了吗 小爱没找着吗 天使那个 天使那个 找到了吗 找到了吗 没有啊 小爱没找着吗 不是不是走错了 我觉得 是不是 让别人来坐 哈哈 欢迎 我以为我进错房间了 哇 我觉得我那个汗啊 那个乌鸦啊 就是没有成牌的在飞 就没下来过 真的 这瓶都要碎了 尴尬的 你用花呗吗 平时 对 说到花呗就是 直接进入广告话题 欢迎特别棒 我们有请 我们的金主爸爸 金主爸爸 金主爸爸 实力金主地零现场 花呗专场 重磅资源来袭 花呗心愿大使 就是有代言人的顺势了 这是一场金主降临的盛会 花呗当个关键词 快乐 快乐 这一次我觉得是破机目了 更是一场偶像竞争实力的考验 下面这个考验非常成难 你知道那个好吧 你不要停 实力与现实的权衡 今天所有现场的衣服 不是无偿提供 艺术与市场的碰撞 对 父母才是真的花呗 你想花就花呗 但是我就说不出的那种难受 我不适合做艺人 爱童们已经做好准备 战斗即将打响 对 欢迎各位来到 由优酷芒果娱乐和爱德伟 宣热和出品 在优酷独家播出的 宇宙首档 进阶式贝塔综艺真人秀 花呗超次元偶像 上微博 看我们属于超次元偶像的 微博故事 我们掌声欢迎 今天的飞行嘉宾入场 欢迎飞儿 另外我们今天有两个贵客到来 这两位其实来头都很大 一位是花呗的市场官 新童 欢迎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另外一位 其实我们蚂蚁金服的 这个媒介官朗文 欢迎朗文 两位其实这一次带了一个 巨大巨大的资源 这一次我觉得是破纪录了 是破纪录了 您听听看 首先第一个是 本期破纪录的星星 将会成为花呗心愿大使 就是有代言人的性质了 五场花呗的演唱会 第三个是 花呗天心小秘书 就是你每个月都可以 跟花呗的上映用户 进行互动和深度的曝光 第四个还要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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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双十一期间 花呗全方位的 一级曝光资源的互动形象 太善荣了这个 还有 还有 还有呢就是 因为我前面有一个 花呗心愿观嘛 对 那么会让几选手来帮我们 去满足用户的心愿 那这个方式呢 我们会在包括北京 上海深圳的地铁和户外大屏 包括我们这些产品上 都会做直播和录出 每一期我们都会给我们的偶像们 一个新的不同领域的拓展 其实对于现在的偶像来讲 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如何提高自己的商业价值 为自己和合作的品牌 来进行最好的商业推广 今天呢我们要考核的是 市场的商业的推广能力 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考核我们的次元星星 然后能够看出他们在这方面 自己能够有多少想象力 和他们的表现力呢 因为我们的选手 就是他们的个人形象 非常突出 那其实我们想 类似于用 要拍映照的方式 他是要去贴合我们品牌里面 这三个关键词 那我还有一个想法 今天再加一个难度 我想给他们一个 不那么专业的一个摄影师 来帮他们长进 就是我的好朋友李菲儿 好 然后配合一些道具 和自己设计场景 我觉得这样才有意思 是一个完整的考验 我们就蛮期待大天 不得容易这事 不容易吧 不得容易 晚上我这想着想不出来